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,俄罗斯制定了黄俄罗斯计划,企图吞并中国东北,将其变成黄俄罗斯,并且在辽东沿海,夺取一个长年不动港。 但甲午战争后,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,将辽东霸岛割让给日本。 这与俄罗斯吞并东北的侵略计划水火不容。 二、盖州海城各属被饶者有三百村,即遭难者八千四百家,约共男女五万多名,辽阳战场难民之秘入奉天省城者,不下三万余人。 封碎所致,村设为虚,小民转喜,流离哭嚎于录者,以数十万计,俄罗斯随即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施加压力,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,实际上是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百银赎回。 事后,俄罗斯以环辽有功为借口,对清政府敲诈勒索,又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,获取了修筑中东铁路,及其支线等特权。 1898年3月,俄罗斯政府以军事压力为后盾,强行向清政府租借旅顺,大连及其附近海域,霸占了辽东半岛。 1900年,俄罗斯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,出兵13.5万,大举入侵东北。俄罗斯陆军大臣库罗帕克金公然叫嚷,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。 1903年8月,俄罗斯悍然成立以吕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,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,实际上已经把东北当成了俄罗斯领土,接着又重战奉天。 摆出了一副独占中国东北,且不惜为此一战的架势。此时,已经陆海军军备计划,和铁路建设计划,做好对俄战争准备的日本,加紧了外交攻势,在谈判中不断提高要价,开始要求俄罗斯承认其对朝鲜的保护,继而要求打入南满,最后又要求在北满及其他地区的权力。 俄罗斯则故意拖延谈判,以争取时间备战。但日本显然已经等不及,他们决心利用俄罗斯准备不足的致命弱点。 于1904年2月6日正式与俄罗斯断交,2月8日夜间不宣而战,日俄战争就此爆发。日俄战争期间,中国东北是双方路上交锋的战场。 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,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,绿顺的工厂被炸毁,房屋被炸毁,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。 耕牛被抢走,粮食被抢光,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。 在战争中,日俄都强拉中国百姓,为他们运送弹药,服劳役,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,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,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,惨遭杀害。 在中国和朝鲜国土上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,给中朝两国人民,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。 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,更是无法计算。 仅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,自旅顺以北,直至边墙内外,繁蜀俄日大军经过处,大都因粮于民,叔叔高粮,军被山割,一座马廊,纵横千里,几同势币,二被日军占领的辽阳城西门,二被占领的普顺城, 二战后的清泥巴市政厅,二辽阳城外的兵营,二福顺被抛弃后的建筑物,二开远的一条街道,二长途街景,二日军进入福顺新市街的情景,二铁岭的一条街道,二大连街头,二大连的医院,二旅顺新市街一角。 我在一起去过城城西门店,二小远街头,二高远街头,二十元街头,二经里的土地,二19与一面街头,二共用户城西门店,二元街头,一idents Gazprom,一被道上去了,一人街头,参照安全阳城西门城西门,二你们在市场,二百里,还俩在一位層 performing arts,二小远街头,一门街头,参照的不是一恩街头,一线街头,参照的广奇事。